這是例行村七陵溫泉部落 溫泉橋以前的畫面 這是現在溫泉橋的畫面 民眾騎在上面 宛如雲霄飛車 呼下呼上 鏡頭再拉遠一點 整座橋因為其中一隻橋墩傾斜 而另一隻橋墩底部也開始被掏空 這座溫泉橋 幾乎隨時都有斷掉的可能 去年十一月溫泉部落 唯一的連外橋樑溫泉橋 就開始出現這樣傾斜的狀況 直到最近山區下雨 河水再度衝刷橋墩 就讓情況越來越嚴重 有時候民眾為了求快 還是會冒險通過 不過一般來說 大家還是會繞遠路 從下面由湘工所臨時興建的寒管橋 不過最近山區時常下雨 上個月寒管橋就被沖毀一次 當地居民擔心今年的汛期 兩座橋根本無力招架 溫泉部落到時後恐怕會成為孤島 村民的那個農產品要運輸 如果遇到橋斷掉的時候 他們都要用搬運的 非常的困難 那如果說 那假使有一天有人不幸掉下去 也是造成村民的一種顧慮 所以很多村民會有的敢過 有的不敢過 所以希望上級能夠重視 能夠盡早的給他們一個行的權力 讓他們能夠比較安全的到達家裡 溫泉橋這個問題在年初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辦理過一次的便橋的一個工作 那當然在四月底五月初的這次豪雨呢 又讓我們的便橋再度的沖濕流掉 那我們已經牽請我們開口企業廠商 已經再去做處理 民眾抱怨商公所也無奈 因為預估經費高達三千萬 公所財力短卓 要改新橋還必須再等一等 不過公所表示會盡力維護 當地居民交通的暢通 在大橋未建好之前 只要災害過後 就會盡快架設臨時便橋供民眾使用 而公所也積極地在尋找經費 希望民眾再忍一忍 記者No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